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的作者是两个日本人 通过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哲学家对话的这种方式 写的是阿德勒的心理学 阿德勒是跟弗洛伊德同时代的人物 我们一般人可能都只听说过弗洛伊德和荣格 阿德勒的心理学跟弗洛伊德和荣格相比 就很显为人知了 阿德勒有一个特点 他跟其他的心理学家不一样的是 他不喜欢写书 他喜欢坐在咖啡馆里跟人讨论 所以这本书以对话的形式写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对阿德勒本人的一种致敬吧 那么阿德勒的心理学呢 有一些真的是跟我们的常识相对立 比如说他否定原因论 否定创伤 采用的是目的论 认为人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 还有我们人关于寻求认同和课题分离 这样一些概念 好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 那么关于我们人对于认同的需求 阿德勒是否定的 他认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寻求别人的认同 原因很简单 我们并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望而活 犹太教的教义有这样一条 倘若你不为自己的人生而活 究竟谁要为你的人生而活 你过的是属于自己的人生 如果说为谁而活 毫无疑问 是你自己 这并不是虚无主义 如果我们老是想要寻求别人的认同 在意他人的评价 那么到最后 我们过的就是别人的人生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太想获得别人的认同 结果就依照他人 希望你是如此的期望 抛弃真正的自我 过着别人的人生 只要得不到别人的认同 就感到痛苦 在得不到父母 或者别人认同的时候 就觉得没有自信 这样的人生 真的可以算是健全吗 关于课题分离 这本书里举了一个孩子的例子 孩子的学习 就业 以及结婚 那么孩子做这些事情的细节 都不可能完全 如父母所愿去行动 父母这个时候会很想介入 但是 这本书说 别人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期望而活 阿德勒认为 这是孩子本人的课题 不是父母的课题 如果你要强行的去介入这些事情的话 就好比是 穿着满是泥巴的鞋子 一脚踩进别人的空间 这并不是放任主义 不是说父母就要放任的孩子不管 阿德勒是这样认为 阿德勒是这样认为 他认为 我们就是要做这样的课题分离 要分清楚课题是谁的 父母对孩子呢 只是陪伴和提供帮助 孩子要明白 这是他自己的课题 他要自己去选择 并且承担后果 那么我们如何 一举解决人际关系的烦恼呢 关于自己的人生 你所能做的 只有选择一条 自认为最好的路 别人对你选择 做出什么样的评论 是别人的课题 我们无法干预 那么我们很多人 为什么总想寻求别人的认同 代意别人的眼光呢 阿德勒心理学的答案是 因为你做不到课题的分离 才会把原本 应该属于他人的课题 当成自己的了 阿德勒心理学认为 所谓的自由 就是被别人讨厌 有人讨厌你 那正是你行使自由 让自己生活自在的证据 是依照自己生活方针 过日子的标记 这并不是要让你 故意去惹人讨厌 而是不要害怕被人讨厌 变得幸福的勇气中 也包含了被讨厌的勇气 当你获得这种勇气时 人际关系也顿时变得轻松 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 有这样一段祈祷文 上帝呀 求你赐给我平静的心 让我去接纳 我不能改变的事 赐给我勇气 让我去改变 我可以改变的事 并且给我智慧 让我去分辨这二者的差异 其实不管多大年纪的人 都可以改变 我们要有干预平凡的勇气 平凡并非没有能力 而是我们没必要刻意夸耀自己的优越性 阿德勒的心理学认为 人能够干预平凡 恰恰是因为他不平凡 其实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不干预平凡的 因为不干预平凡 所以在有些人 他根本就没有比别人好的学习能力 或者工作能力 或者一技之长 他就要通过犯罪来实现这种不平凡 我记得有一部美剧 叫做犯罪心理 在一个案子侦破之后 那个FBI的心理专家 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 这个世界上 没有比不干预平凡 更平凡的事情了 人生中最大的谎言 就是没有活在当下 沉溺于过去 或者不断地张望未来 让自己所有的人生 都映照在微弱的灯光下 还以为自己看见了什么 可能在不经意间 我们的父母 或者一些其他的周围的人 给了我们一些明示或者暗示 告诉你说 你这个人没有用 那么如果我们长期接受这样的信息 我们就会陷入到一种非常消极的情绪当中 阿德勒的心理学 也是幸福的心理学 阿德勒认为 我们每个人的存在 对于自己来说 存在本身就是意义 打个比方 比如说你妈妈生了重病 进了那个ICU 重症监护室 这个时候 你不会想着说 我妈妈对我没有用了 就希望她快点死去 相反的你会这样想 只要妈妈能够存在在这世上 跟我在一起 就好了 那么 对我们最亲的人是如此 我们对自己 当然更应该是这样 你不需要向别人证明什么 或者是一定要说 我自己是一个多么多么有能力 多么有用的人 因为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意义 对你自己来说 哈佛幸福课 最后一章讲的就是这个 人对自我的认知 有这么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希望别人都喜欢你 认同你 那么如果有一天当周围的人不再认同你 你就会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 那么幸福这个东西本身就不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 第二个更高一点的层次就是 你不在乎别人认不认同你 喜欢不喜欢你 但是你在意自己认同自己 就是只要我自己喜欢自己就好了 那么一个更高的层次 很多高人啊高僧才能够做到的 就是那种 unconditional love 就是对自己无条件的爱 我认为 哈佛幸福课说的这种 unconditional love 对自己无条件的爱 就是阿德勒心理学里面所说的 我们每个人存在本身 对我们自己来说 就是最重大的意义 哈佛幸福课的老师说 你要有那种对自己无条件的爱 这个是需要修行的 真的是需要修行的 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 低于50岁的人 有这种对自己无条件的爱 也就是说 不管是谁 就是如果你想要得到这种最大的幸福感 他是需要时间的积累的 是需要去经历的 有一个在国内的朋友 有一天给我发微信说 有一个同事 去了美国 就把他的微信删掉了 那么他就觉得很难过 我就跟他说 我说 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又很幽默 他不能够做你的朋友 我真的为他觉得遗憾 我这个朋友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就感到无比的安慰 其实我说这个话并不是要去安慰他 或者谄慰他 这是我内心真实的想法 我觉得我们很多人 有的时候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会纠结于说 哎呀那个人为什么不喜欢我 那个人为什么就把我的微信删掉了 其实那都是因为 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价值 我们缺少对自己这种无条件的爱 好吧 希望我们大家都对自己多一点无条件的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